现在大家听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流行音乐,但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中,闽南语歌曲占了一席之地,因此在当时也涌现出一大批专门唱闽南语的歌手,龙千玉就是其中一位,他的原名叫江玉琴,87年以龙千玉这个一名进军台语歌坛,唱出了许多好听歌曲,比如早期的经典歌曲,《书人不书阵》,还有近期的《阿朗》等。 因为闽南语的歌曲传唱度不高,虽然他的唱功可圈可点,在歌坛也有影响力,只不过他并没有很高的知名度,甚至他的一生可以用多灾多难来形容,先后经历了离婚,女儿自杀,亲生父亲因病去世,儿子又遭遇车祸险些丧命。 据了解,他和前夫曹南语两人是因为有了孩子,随后才结的婚,生下一女儿的事少有人知。 后来龙千玉才说当时因为太年轻,做的最后悔的事就是跟曹南语离婚,最后苦了孩子,还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。 而龙千玉之所以说对不起女儿的原因就是,后来她的女儿曹春林服要自杀了。 从她自杀前留下的遗书来看,疑似是因为龙千玉的离婚对孩子造成了一定的心灵创伤。 而且龙千玉也是在女儿死后才对外界公布了她女儿的相关信息,想来那么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,对小女孩的死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。 但是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着她,她的儿子在国外出车祸,差点丧命,还好最后她的儿子被抢救了回来,随后她就去国外照顾儿子。 这一系列的打击让她崩溃之志,不过还好她最后都挺过来了。 如今儿子也恢复好了,作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,已经57岁的她决定重返歌坛,为儿子,为这个家负起责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